制定函数部分的话 一样就是插入函数 我们用标准不标准好了 然后在使用者定义里面 我需要有一个 真见底终百分比的函数 按个确定 那它会跳出一个讯息就是 那你给我真见底终百分比 我就指向J4 按个确定 它会返还一个结果出来 那我只要下下填 基本上呢 标准标准马上做出来了 那这当然跟前面做的差不多 所以你们要习惯 反正我们上课 一定会有自己来做的这个部分 那当然尽可能的 如果可以啊 自己就先试试看 如果你这一套流程 做熟了以后 以后你工作里面 几乎所有的工作的公式 全部都可以转移次的因素 那做完之后的话 接下来 如果我今天要来了解这几个因素 基本上第一个 一样是插入一个Function 名称叫真见底终百分比函数 后面的话呢 给它一个真见底终百分比函数 跳出来 使用者的话 当然就是底下是一个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呢 如果真见底终百分比大于5%的话 或者是小于5% 那就不标准 反正就不要 反正就是标准 那丢比给谁呢 就是函数文胜 这个应该跟前面差不多了 应该逻辑上跟前面差异不大 只是说这边可能如果过犯过瘦的话 那一样把这边再修改一下 比如说在如果你要把它改成过犯过瘦的话 甚至你可以拿什么 前面的那个已经改过的 这个逻辑 其实有时候前面写过的 可以来参考 复制一下 放在哪里 放在这边 一幅 不过好像还要再学这样的 那把什么呢 把真见底终百分比 追蓝的部分呢 用真见底终百分比的判断 然后引述 如果 申请提出 那 这个他给我的 制药如果大于百入 那我就返还结果 到哪里 这个函数本身 ok 所以Supps有做 如果Supps有做的话 那你就把它贴到方圈 基本上只要看法制药都改掉就会了 改什么 来源 换成引述 输出 换成这个函数本身很明显 ok 那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 我们就可以做出那个 最后制定函数 过胖或过瘦 试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边 先把它删除 假如我要有个过胖或瘦 ok 基本上很快 就可以把结果做的 理论上应该是跟前面是一样的 我确认一下 应该是没有问题 过胖或瘦 ok 所以 不要是把那个刚刚的 就是 Supps的部分 中间的地方来改 眼睛就可以发生 所以 试试看 把那个增结体重百分比 增加一个自寒数 然后也是一样 可以判断它是过胖或过瘦 试试看 好 哈哈哈 得到 餐 好了 好 好 好 不 宝贝 好 好 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